带货永不翻车的明星 第一位气威 气威带货就像聊天 不急不缓不向在销售 就像在粉丝互动 他卖的东西也贼有趣 而且他再三强调 有需要就买 不喜欢就下一波 也就是卖个乐子 第二位黄子涛 黄子涛的耿直性格 也是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他也同其他过于重粉 从不约束粉丝的男偶像不同 他更喜欢回堆粉丝 也不具合黑粉兑现 而且他带的货也十分优惠 第三位贾奶量 贾奶量带货也很有一手 他为人比较真实 每次都会亲自到厂家做调查 东西真的好才会拿出来卖 而且福利非常丰厚 从不搞虚的那一套 第四位刘涛 刘涛很会买 而且他很热于分享实用好物 就是这种极具生活化接地气的表现 让他得到了粉丝的一众好评 仅仅用了四个小时的时间 就拥有了1.48亿的成交额 第五位杨坤 老戏骨杨坤直播带货也从不翻车 直播带货两年多的他 却只带过四个品牌的东西 而且他在直播间并不会催你买东西 反而向粉丝见评会落了家常 也是十分真实的一位明星